世界之谜 四十万大军打不开武则天的墓 是天意还是另有玄机 说起武则天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了 作为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女皇帝之一 武则天的一生可谓是充斥着太多的传奇 就他的个人身世来说 从十多岁就进宫服侍唐太宗李世民 被封为才人 不过似乎李世民对他并不敢冒 因此在李世民在委期间 武则天并未生育有子女 但虽然老李不爱他 小李及唐高宗李治 却对他爱得死去活来 等到李治继位之后 便上演了一出废王立武的好戏 即将王皇后废除 立武则天为皇后 但是权力欲望爆棚的武则天 并不仅仅局限在后宫之主这个位置上 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国之君 天寿元年 即公元690年 武则天称帝 十年67岁 武则天在朝执政长达15年之久 82岁驾崩 武则天在世的时候 光鲜亮丽 微服四海 在死后却给世人留下了重重迷雾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他的陵墓 乾陵 这座规模浩大的乾隆 是武则天与丈夫李治的合葬墓 在唐朝的关中十八陵中 有十七座帝王陵器 已经惨遭盗墓贼的毒手 墓中的金银宝器 被早已被盗绝一空 但唯独武则天的乾陵 却完好无损 唐朝十八陵墓 十七座已经被洗劫一空 唯独只有这一座 屹立千年 而且未被盗墓贼光顾 难道真和元天刚设计的风水有关 走进今天的故事 武则天乾陵未解之谜 中国古代一直有誓死如生的理念 但凡身份高贵点的人 在死后都会为自己修建一座大型墓葬 并且陪葬大量的奇珍异宝 生活在困苦的人 也会陪葬些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具 古代帝王更是如此 我国古代帝王陵 不但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也是皇帝想要死后享受生前同等殊荣的精神向往 但是大家知道吗 中国目前有三大最为神奇的陵墓 至今被称为中国考古史上的未解之谜 第一 没人敢开秦始皇陵 第二 没人找得到成吉思汗陵 第三 没人打得开乾陵 今天我们来说 一下这个乾陵 首先先从修建皇陵开始说起 袁天刚最开始发现这处风水宝地以后 连忙禀告武则天 梁山正是武则天陵墓的最佳选址之处 这座山的形状也是女皇的最佳象征 如果将女皇领选在这里 她必将有利于女主 可保后世万年受遇 武则天一听高兴极了 于是 命人将自己的乾陵修建在此 唐朝工匠于公元684年开始动工 经历了23年的时间 乾陵终于竣工 由于武则天时期正值圣唐 国力充沛 所以乾陵建设的规模积极宏大 乾陵的建筑也富力堂皇 在乾陵建设主体完工时 武则天将丈夫高宗李治率先葬入乾陵之中 并且将全国三分之一的国库收入给丈夫陪葬 虽然没有人真正的打开过乾陵地宫 但是从史书上的记载不难看出 乾陵是一座非常奢华的大墓 踏入乾陵头道门 可以看见537个人工开凿的石头台阶 走完台阶通过司马道 就是高宗陵墓碑 而后是石像生共十九队 华表一队 东侧则是无字碑 西侧书圣纪碑 周围围绕着大小不等的十七座陪葬墓 站在梁山主峰上可以发现 乾陵是仿照唐朝的长安城进行建造的 乾陵分为内城 外城与工城三个部分 内城大概有250万平方米 设有东西南北四个门 并且每一个门都有神兽石像进行镇守 可以说武则天的墓不比秦始皇陵差 这也难倒了许多盗墓贼 同时也让我们的考古学家发了仇 其实论最出名的墓地 大家可能都会想到秦始皇陵 但是若是论盗墓的难易程度 其实武则天的墓地比秦始皇陵还要更难 至少到墓前为止 还没有人能走进武则天的墓地 这座墓城叫做乾陵 也叫万年寿城 位于陕西省前县城北的梁山上 距离古城西安不过76公里 看到这里会有不少人感到疑惑 连详细地址都有了 为什么会挖不进去呢 第一点是复杂的地理环境 除了传闻中的机关重重外 武则天墓还有一个天然屏障保护 那就是海拔一千多米的咸阳山 要知道 想要在一千多米海拔的山上 盗墓本就是件不容易的事 而咸阳山又地势险峻 沙石较多 一旦在这里挖盗洞 很有可能被掩埋甚至坍塌 这不但对盗墓者的技术 是个极大的考验 同时还要考验他们的运气 而无论他们的盗洞造德多么精妙 谁也不敢保证里面上千年的古墓 不会因为他们的入侵而崩塌 所以没人敢做这个要命的尝试 自然这层天然屏障 也让无数盗墓贼望而却步了 虽说挖掘潜陵是个对技术 胆量和运气都有着极大考验的重化 也吓退了无数盗墓贼 但历史上也并不是没有出现过 敢于下手的亡命图 毕竟相比于盗墓贼 手握重兵的军阀 参与盗墓之事的也是不胜枚举 而相比于那些灵星的盗墓贼 他们则更具实力 潜陵一共有三次大型的盗墓行动 这些盗墓行动都可以称得上是史无前例 皇朝起义以后为了筹备大量的军饷 彻底捣毁礼塘江山 将矛头就指向了潜陵 皇朝调拨了四十万大军 驻扎在潜陵周围 这一队人马在潜陵附近挖了许久 挖出了一条四十多米深的皇朝沟 但是让人惊讶的是 任凭皇朝大军挖掘 就是找不到潜陵木道口 最终皇朝也没能进到潜陵之中 后来因为四十万大军的后备补给不足 盗墓行动只好作罢 四十万大军浩浩荡荡空手而归 潜陵也躲过一劫 第二次较大的潜陵盗墓行动 发生在五代时期 节度使温涛是一个出了命的大盗墓贼 礼塘十八座帝王陵中 有十七座都是他盗挖的 但是到了潜陵这位赫赫有名的盗墓贼 却马失前提 空手而归 相传当时温涛曾三次率军进入潜陵腹地 但是每当他们准备进入潜陵的时候 原本风和日丽的天气变得狂风骤起 将准备开挖的士兵卷起一人多高 伤亡惨重 温涛三进三出均有这样离奇的事情发生 最后只能将盗墓行动作罢 而第三次的挖墓则是在民国时期 这一次潜陵是最危险的一次 当时国家正处于混战期间 人们生活也是一片混乱 到处都能看到一些歹人拦路抢劫的景象 有人把目光放在活人身上 自然也有人把心思放在这些陵墓之中 而其中有一位叫做孙廉仲的将领 打着保护乾陵的名义 就开始了想要暗度陈仓 挖掘陵墓的心 虽说没有几十万人的军队 但那一支现代化的整编师队伍 加上他们所拥有的热武器 也绝对不是几百年前皇朝所带领的队伍可以比拟的了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众人便来到了乾陵附近做军事练习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孙廉仲的一声令下 木道口的石柱应声而碎 周围顿时黑烟四起 到处都弥漫着硝烟的味道 孙廉仲是不信邪的 在他看来温涛仅仅因为出师不力 就回去的行为无疑是愚蠢的 这只是古人还不了解天气气候而已 自己可不会这么做 可是才这么想没多久 天色突然一下子就暗了下来 孙廉仲心里打了个秃秃 强忍着心里冒出的这种惧怕 孙廉仲依旧硬着头皮让人进去 可是更加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前面的几名士兵 居然没有任何预兆的 突然就吐血身亡 这样的情况显然超过了 孙廉仲对世界的认知 当即有些害怕了 不敢再贸然前进 加上当时时局紧张 孙廉仲本以为自己能速战速决 但是却不想遇到这种情况 担心事情败露 继续留在这里自己也不见得能讨好 所幸只能带着士兵们灰溜溜的回去了 这一次也是我们离前陵最近的一次 前陵千百年来虽然受到了无数次盗决 但其地宫始终都没有受到损害 其原因除了前陵本身坚固之外 还与其地宫隐蔽有关 当然了 这也跟盗墓贼本身不熟悉 前陵建制有关 因为千百年来盗墓贼都没有找到地宫入口 却被几个农民无意间发现了 但无论是什么原因 只要没被盗掘 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据考古学家称 由于技术条件不符合 当局和许多专家不敢冒险挖掘武则天陵墓的原因 这座陵墓中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文物 一旦被带到外面并暴露在空气中 就会立即分解 换句话说 考古学家在进行挖掘之前 必须具备保护文物的知识和技术 正因为如此 武则天皇帝和唐高宗另一个世界的秘密 也许还没有被揭开 在2012年的时候 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加强了 陕西省文物局更是下达了命令 至少在50年之内都不会对乾陵进行开发 一是因为挖掘水平还不够 二是因为 现如今的文物保护技术 也不一定能完美保护出土文物 所以索性先不动 国家都没办法办到的事情 其余人则更别想了 加上现如今还在保护期内 乾陵至今安然无恙